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洋洋的就是会语频道的会员 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大众占卜测验咯 那这边的话台面上有三个选项 有左自右 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然后这是第三组 心里想着那个人 然后想着他 你们现在目前的相处状况 然后他的态度 然后就选择你直觉 或是最有感觉的那一副主牌 选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啰 好我们开始就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人 为什么他最近对你忽冷忽热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目前你们的相处的状况 相处的状况就是表示 这上面的三张验证牌 就是你们目前的相处的状况 这边话我们抽到的是 钱币七的正位 圣杯三的正位 还有就是教皇牌的逆位 那目前你们相处状况的话 其实你们可能是一起工作伙伴 或者说你们现在可能有一起 要共同去完成某一个目标的一个伙伴 不一定是职工 最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学业 或者是社团活动 或者是一些社群上的软体的群体的一个群组 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边话其实说你们目前的状况 你会觉得说你们就是比较容易 可以在大众场或是公众场合情况下 然后可以多跟彼此有交流 或是说有接触 那这边话其实音乐阳所感觉到 就是说选到在主牌主的朋友 有大部分的人有可能是同志 那如果说也有人 当然这边有可能是你是异性恋 那这边话其实这边的状况就是说 你们就是很容易可以一起在 就是大众场合或是大众共同的 那种场合下 然后就是可以有接触或是说有交流 然后一直都能够玩在一起 或是说能够更认识彼此 然后你们现在其实正在为了一个共同的努力 或者说一个共同的目标 然后一起去做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 有的人有可能是你们是不同的宗教的信仰 又或者说可能是你是一个非常 喜欢就是有虔诚的人 或是喜欢像那种像这种类似的神秘学的东西 然后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人的话 可能对这种东西是完全毫无兴趣 或说比较没有概念的人 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说 你们目前现在其实很着重在于说 你们一个共同的目标 或者是说共同要去完成的一个项目 一个事项 所以你们一直在为这件事情而做努力 所以你们才会有这种比较多的时间交流 或说比较有多的时间 或是因为这个 透过这个机会 才会有可以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感觉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让你就是慢慢的对这个人 就是有一点好感 好以上的话就是 如果验证牌符合到你们的状况 相处状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们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咯 好那接下来看到就是说 他最近在干嘛呢 就是他最近在想什么 好这片话我们抽到的是 善悲逝者正位 权杖三逆位 还有就是保健七的逆位 也就是说最近的话 他可能就是真的很着重在于说 你们这个部分 或者说他可能在为了这些东西 然后去找一些题材啦 或是说去找一些素材 然后去多做一些的努力 然后是去说去多做一些的方法 说可以让我们赚关 可以让你们的目标可以更好 那或者说可能最近 他可能比较好玩 比较爱玩 然后他就是会一直 是说他非常的 一直去着重在于说 就是户外的活动 或者是说户外的一些的 比如说踏青啦 或者说可能对某些事情 他可能就做完美 或是他也像是YouTuber之类的 或是去做一些学术性的 上面的参考 那这边的话也有的人是 会一直待在家里打电动 或者是追剧 或是玩线上游戏 那当然的话 他可能只是不太想讲 但是如果说你问他的话 基本上他还是会 会稍微透露出一点点 但是他还是会不会 比如说他不会有太明显 或是说太跟你解释 因为他可能 他只是单纯是懒而已 单纯是没有什么 呃太多的想法 好 那接下来看到就是说 那他最近为什么 对你忽冷忽乐呢 这篇话我们抽到的是 呃审判牌的正位 还有就是女帝牌的正位 还有就是善悲善正位 其实为什么他最近 最近对你忽冷忽乐 这篇话大多是来自于说 是他自己的内心作祟 因为他发现说 其实你对他来讲的话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 又或说其实你对他来 你对他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 嗯 就是说他会开始 他慢慢的开始对你产生一些依赖感 或者说他开始慢慢的去 呃会很在乎你的一言一行 然后你的各种的局质 然后他开始会去更加期待说 你就是你们可以相处的机会 也就是说其实他最近的话 有可能是因为他 他开始渐渐对你有好感了 然后所以他才会开始变得 就是说有一点会去害怕说 会跟你们相处 这有点像是自己 是那个内心的作祟 然后第二种的可能性是 他可能现在是因为家里 有一些的家庭聚会 或者说家里有什么事情要忙 所以他可能就是要 一直回到家里 然后要去陪他的 比如说表兄弟 然后或是堂兄弟姐妹这边 那也不一定说只是子父母 有可能是他的其他家里的成员 他就必须要 好好的就是跟他们相处 那第三种情况就是 呃最近的话 他可能是对某个人有好感 这跟第一个有点不一样 第一个是他对你 那第三个是 他可能对某个人有好感 所以他一直去追他 然后他可能会 要一直去特别对他好 然后会一直想要去多跟他 跟他有更多的接触 所以大概以上会有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跟第三种的话 这边是可能有一点 呃模拟量 可能有点矛盾 那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们想要再做更清楚的 一个占卜的话 你们再可以联络羊羊 那就是在左上方这边 有羊羊的那个个人的资讯 那你可以再联络羊羊 预约付费的个人的占卜的部分 好 以上就选到这一组牌族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 我们来看到就是选到这一组牌族的朋友 那么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人 为什么他最近会对你忽冷忽乐呢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在上方验证牌的部分 上方验证牌就是你们目前的一个相处的情况 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 权杖二的逆位 圣杯七的逆位 还有就是权杖八的正位 那这边的话你们目前相处的情况 就是有可能你们可以很常见到面 然后你们可能最近一直在去实施 或者是去执行某一些的企划 或者说去完成某一些 就是你们之前有讲好的一些事情 会说去做一些你们要去做的某些事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你们可能是因为工作上的伙伴 然后你们会一直碰到彼此 然后你们会一直 就是你们目前工作上的一个相处状况的话 其实不会算太顺 但也不会到算太好 也不会算太糟 就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状况 一个情况 那就是说其实在于 你们目前的相处情况的话 比较多就是可能对方现在 一直都没有办法答应你 或者说他可能很常做不到 他所答应你的事情 比如说你们可能会讲好说 比如说礼拜集要去新北耶诞生 那可能很常会淋湿 他可能跟你讲说 他可能没有办法 或者说他可能又突然怎么样 虽然一开始他会答应你 然后就后面这个人突然又不见了之类的 那可能他会突然就这样子消失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最近这个的话可能就是 他会有一点想要就是去做 他想要做的事 所以因此你们在讲话的时候 就是你们会比较不找边 就是说他有一个会场一直跟你分享 是跟你讲说他可能最近碰到什么事情 比较多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讲 然后另外一种有可能是说 有可能是你自己一个人一直在讲 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但是其实以在整体排面上而言的话 洋洋所感觉到说 选到这一组排组的朋友 你们关系大部分来说的话 是过着蛮平淡 就是说你们那个交流的部分的话 虽然是比较 就是说你们的交流的部分 所以你们可能会有机会见面 但是你们事实上比较难可以就是讲到心坎里 或者说比较多 比较难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接触 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可惜的 然后你们虽然在一个相处状况的话 算是蛮平稳 但是你会觉得说好像又缺乏了什么东西 就会觉得说好像淡淡也可以 但是好像他又交不出什么样的承诺出来 就是比较多的人会选到这一组排组的状况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如果说这边辅导你们的情况的话 就表示这组排组讯息是要给你们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排组咯 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他最近在干嘛 这边的话呢 我们抽到的是权杖骑士的阵位 还有就是教皇牌的阵位 以及就是权杖皇牌的阵位 有的时候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最近的话比较多是在忙一些工作上的事 他一直去想说要如何去更加的拓展他的一个经济 或者说如何去他去做一些争取 然后去做一些想要去完成的一些的计划 或者说一些的方案 也说其实他这个人的话会一直想说 要如何去更精进自己在工作上的部分 然后他会特别一直花时间 或者投入在工作这个 据说未来他比如说他当任主管 他借他怎么做 然后去改变他自己 或者说他可能会一直去上课 所以这边的话大部分他可能会去做一些课程 所以比如说像在礼拜天可能基督教的人会做礼拜 然后有的人会去一直去上课 就会一直去花时间说要如何去精进自己 或者是说会花时间去改变他自己 所以最近的话就是他比较多是把精神投入 或是专注在他自己身上 他比较没有把时间或是把精力花在你身上的这个状况 好 那所以这边也大家也不要强调 因为他比较多花在他自己身上 所以就表示说他这个人是没有对象 暂时啦 看起来的话是没有 那实际上的话就是 他也没有因为对象或是说其他的人 然后去忽略你 所以这部分的话你可以比较可以放心 那这样来看到就是说 他最近为什么会对你忽冷忽乐 这边我们抽到的是圣碑巴的正位 还有就是钱碑巴的逆位 还有就是魔术师的正位 洋洋会觉得说因为他可能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问题 或者说他在生活上面有碰到一些的困难 所以因此他必须要就是去改变他自己 然后所以他才会要一直去上课啦 或者是去找一些就是心灵上的寄托 或者是说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丰富 或者说变得比较多彩多姿 然后让他自己本身是有更多的涵养吗 对就是会让自己去去改变他自己 像这个牌组上面的状况 因为可能原本事情的那个事情的状况发生 让他其实本身是还蛮难过的 然后可能就是过得 他本身是蛮蛮受挫 他自己心里是很在意 所以因此他才会想说他要去改变他自己 让他自己的生活啊 或者说让他自己的一个人的气质变得比较好 比较不会受到旁边人的影响 或者说旁边人对他的一些的不谅解 好这片话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其实以整体牌组面上而言的话 这个人他并不是因为别人 而是因为他自己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上 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那你就是可以多把 你就多让他自己有实际 让他自己的时间去做他想要做事 或是去让他改变他自己 那这边你就是好好在旁边默默的支持他 然后等待着他 就是再回来找你 或是说再主动联系你这样子 因为你爱他嘛 那你就是多包容他一点 好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或是让你们有共鸣的话呢 请记得帮杨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可以底下留言跟杨分享我们的故事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咯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我们看到就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那么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人 他最近为什么会对你忽冷忽乐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在上方验证牌部分 上方验证牌的话就是你们目前的一个相处的状况 这篇话我们抽到的是女祭司正位 然后宝剑四者正位 以及就是圣杯王牌的正位 有的时候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其实你们目前最近的相处状况的话 应该是还不错 然后你们应该是还蛮长 一直都有在用通讯软体有互相的联系 然后有联络 然后一直都有保持着一个乐度 那以及呢就是你们会很常讲到一些内心里的话 或者说你们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在 所以你们其实还蛮常会因为在聊共同兴趣的事情 然后就一直会有 就是会一直加深彼此 你们之间的一个感情 然后有时候甚至有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 你们会有的人会一起互相报备彼此的行程 有时候你会感觉说这段关系其实是一直都是非常的有 好像很认真在经营这段关系 但是你们实际上一个肢体上接触却非常的少 你们这边比较大多是透过讯息啊或是文字 或是见面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就是对谈交流 但是你要说有的人会是碰在一起 比如说勾肩搭背牵手的部分的话 可能这组牌组的人会比较少 或是基本上会几乎是没有的 就说你们这边大多可能是有点类似 这边更符合柏拉图式的恋爱的那种感觉 那这边的话其实选到这组牌组 应该是目前三组里面 就是你们相互状况是最甜蜜 然后也是最令人呈现的一组状况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 其实目前的一个相互状况的话 其实就是说非常的那种 非常的有连结 然后你们两个之间的话那种无话不谈 然后就是会非常的喜欢 就是可以见到彼此 然后非常期待可以见到对方的一种的感觉 好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讯息 那如果说符合到你们验证牌 你们目前的相互状况的话 就表示这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们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啰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最近究竟他在干嘛呢 那这件话我们抽到的是 全杖王牌的逆位 保健师的正位 以及就是保健五的正位 比如说这个人他目前的话 他可能就是在忙着 如何去 去忙他自己生活上 他应该要忙的事情 但其实他最近的整个人的能量 是还蛮低的 甚至他可能最近是比较 没有去想说要 要去多做什么 可能现在年底了吧 或是说可能最近天气异常的关系 所以他可能最近这个人有点懒散啦 或者说他比较多是在想着 自己生活上的部分的话 可以如何就是更精进 又或者说可以如何是去 改变一下他自己 那其实他最近的生活的情绪上面 有时候也是起伏还蛮大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可能你们要再多担待一些 那最近他 最近实际上 他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的话 养人会觉得说 其实他最近的生活是蛮平淡 跟没有什么太多新奇的事物 或是说新奇的事情 就还是过着一样的生活 就表示说这个人 他可能最近 可能他一直在生活都是一样 或是说他这个人的相处 或是说不是相处 是说他可能这个人的生活模式 可能就是本来就是比较无聊 但是要特别留意就是说 可能他最近的话会有一些突来 突发的事情的状况 会让他在当下的情绪会比较不好 或是说可能会比较急躁 所以如果说你是有跟他一起工作 或是说很常有碰到他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到说 他的情绪的起伏上面是还蛮大的 就是因为说他可能现在生活上 比如说有人突然又传LINE给他 或是又突然公司的LINE群组又响了 或是怎么样让他去影响到 他的整个人的情绪 或是说他整个人的一个能量 所以这边你要特别留意就是说 他这个人的内心的状况的话 他会尽量去让自己去平复他的心情 然后尽量不要去让他自己在意 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吗 人心是很复杂的 所以有时候他还是会特别 或是说会不小心去 很在乎说别人现在 对他的想法或说别人去打扰到他 这样子他会有时候会蛮care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就是说 他这个人的脾性是比较难捉摸的 好 那接下来看到就是说 他为什么最近会对你忽冷忽冷呢 这篇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舞的逆位 还有就是正义牌的正位 以及就是塔牌的逆位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话 他现在还很容易就是被 他过去所遇到的事情 或者说你们曾经一些 比如说不争执 你们曾经的争执 或者是不愉快 或者说他曾经可能遇到 什么样的事情过 所以因而导致于说 让他其实会有时候会 对你的态度有时候会退缩 他会害怕会失去你 或者说会失去 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所以他会试着想要去拿捏 他对你的付出 不要付出的太多 那也不要 就是付出刚刚好就好 就是所谓在一个合理的状况下 他并不希望说 你们这段关系后面会因为 一些误会 或者是说因为一些的 其他的因素 然后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 然后会失去掉你这个人 所以因此他才会用这种 他才会对你比较忽冷忽热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所以比方说其实 你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或说他会希望说 你可以一直都跟他保持着联系 然后可以一直待在他身边 所以他的忽冷忽热态度 也是因为他自己也会很 害怕他自己说 会变得不是他自己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们可能就是要多 体谅他一点 好 以上的话就选到 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那这边恭喜你们 就是说对方的话 对你的忽冷忽热 比较多是他自己的心魔 他因为太害怕私信 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痛苦 那这边的话 你们就是再多留意一下 就是你们是那个 互动的模式就好了 好 那这边如果说符合到你们的情况 或是说对你们有共鸣 有帮助到你们的话呢 请记得帮他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啰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啰 拜拜 拜拜